就在我进小黑屋的瞬间 我又接到个消息 我决定还是要跟你们说 我还是那句话 好的坏的我都说 我从来不会只挑着说 免得到时候说我这个人好像一根筋 反正今天的心情 如同坐过山车又到了谷底 我就理会你让大家彻底到谷底 好吧 这个会议结束之前 我们别的没学会 我们先要把我们的这个 心理承受能力先练好 先跟大家再通报个消息 大家听好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关于未来的名单 已经出炉 已经出炉 老大三连任 老大三连任 中唐是胡春华 然后赵乐际是政协主席 赵乐际是人大委员长 人大委员长 丁薛祝是政协主席 黄坤明是书记处书记 李强是第一副总理 陈明尔是中纪委书记 现在的常委中的李克强 立战书 汪洋 王沪林 韩正都退出 李克强接任国家副主席 然后是何立峰接任 刘鹤的位置 王小红接任是这个 郭升坤的政法委书记 这个上海的公正任书记 这个叫北京叫陈 叫陈敏捷 叫陈什么的啊 北京是他 贵州的省委书记 叫盛怡勤 接任孙春兰 北京是陈吉宁 陈吉宁 大家听一听啊 这个名单厉害吧 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他的人了 这就里外里 大家就把心情跌到谷底算了 听说啊 听说这个七常委的名单都定了啊 已经传达到这个部级干部了啊 不知道包括不包括副部级啊 也许包括正部级和副部级啊 全国这个级别的副部以上的 大概2200多人 也包括那些大央企 那些中字头的大央企啊 都包括 再补充一下啊 再补充一下 王毅接杨洁篪 现在的中办副主任孟祥瑞接 这个丁薛祥 官有的是啊 有的是想当官的人 这个北京的叫陈吉尔 这个新疆的叫马瑞敏啊 名单就是这个名单啊 大家听一听看一看 不得了不得了 你们听到这个名单 是不是心情都跌到谷底了 对吧 这就应该最低了吧 所以我就讲了 做好任何的思想准备啊 最差的我也跟你们说了 这个名单刚才告诉你们了 哎呀我要说一下啊 关于这个转禁说 我相信不是我们群里的人啊 率先在全网造谣 这个转禁说 也就是海外兴起的一股说法 我们有些 包括我在内 只是把外面的信息 跟大家分享啊 信以不信都在个人 没有人要求谁信谁不信的 你不信也没问题 只是我觉得呢 我们不需要呢 为这种事情呢 做理中克 去什么判断真与假 什么这是谣言啊 那不是谣言啊 这是谣言不能信的 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啊 我们不是点燃这堆火的点火者 但是我们应该不是浇水 而我们应该是往里面丢稻草 所以呢 我对什么 经常有些理中克谈 哎呀这是谣言 你们传谣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这些人啊 我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这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今天他露面了 又能说明什么呢 十多天不露面了 他也该露面了 你知道这个露面背后里面 又有什么呢 你知道他在隐藏时间里面 背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你我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说呢 对于那个所谓的软禁说 政变说 我认为啊 在这种的黑箱政治中啊 往往呢 这种事情啊 都有可能 所以没有必要就辟谣 你看 这不又来了吗 河北省委的消息 你X连任 那不就行了吗 大家就可以安心了 不用猜谜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反正都是说的鬼故事 我就是个发应工 至于我只对发生的新闻 做一些个人的评细啊 对与不对 大家就当听一听啊 多个思路 这个软禁说也就是海外兴起的一股说法 我们有些 包括我在内 只是把外面的信息跟大家 我觉得你们最好语音 为什么你们不愿意语音呢 非要打字呢 大家能不能注意点安全呢 你看我那个号突然说封就封了 我还他妈经常语音呢 你们这个打字啊 就容易让人家看到啊 可能谈论的语音也跟这个话题有关 你们最好就语音 又不是不能说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要突破第三届 就肯定想干终生 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安排储君 所以呢 只要他能突破 那就达到目的了 再来个五年十年 整个的这个系统里面 就基本上是他的人的天下 这个东西还用想吗 不用想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要突破第三届 就肯定想干终生 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安排储君 大家能不能注意点安全呢 你看我那个号突然说封就封了 我还他妈经常语音呢 你们这个打字啊 就容易 我觉得你们最好语音 为什么你们不愿意语音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要突破第三届 就肯定想干终生 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安排储君 所以呢 只要他能突破 那就达到目的了 再来个五年十年 整个的这个系统里面 就基本上是他的人的天下 这个东西还用想吗 不用想的 这一部分 来吧 对吧 谢谢大家